哇,好棒啊 哇,好多人 好香 哇,好开心 太浪漫了吧 哇,好香 还有香花呢 你能猜到故事开头 绝对看不到剧中精彩片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桃子影视 我是你们的桃子姐姐 电视剧《程序原来那么可爱》 正在人国中 两个人的缘分不得不说是真的非常奇妙 江亦诚公司在重庆 要跟陆景文的公司对签 而且他们两个是很不错的关系 韩世大学的兄弟 在陆景文给江亦诚尖锋的时候 和陆离就这样相见了 而最久的江亦诚 也把自己的心话说出来了 终于找到了陆离 知道自己做错了 让陆离原谅自己 江亦诚在重新追击的道路上 到重新出了两个电动汽车 而且还在车上画的都是先陆离喜欢的小食品 甚至还有陆离送给自己的 世上独一无二的钥匙扣 跟陆景文的聊天里 也是三句两句 陆离老婆两个字 在知道了陆离怀孕后 经过江亦诚爸爸的开导 明白了 自己真正喜欢的是陆离 即使陆离怀了别人的孩子 自己也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 抚养长大 自己明白自己干什么不是一时冲动 而小别真的很着急 想知道江亦诚的什么时候 才能知道其实陆离怀的是他自己的孩子呢 在给陆离买防射服的时候 就因为店员的一句话 您是新手爸爸吧 就买了一堆辐射服 甚至还在商场大胆表白陆离 老婆我喜欢你 记者还给陆离准备了好多生日礼物 满满的幸福感 陆离拆着礼物 看着字字 心里也是美思思的 这天陆离跟江亦诚主义在一起 开挂索吻 跑江沙糖 填死个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严肃了 喜欢的小伙伴就点赞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